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党组织秘密送到苏联莫斯科生活学习 次年11月,两兄弟终于跟父亲取得了联系 他们立即给父亲写信一封,还附计一张两人最新的合影 毛主席收到信和照片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当即复信一封,亲爱的安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 知道你们情形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 心意有变,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 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 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3月4日这是目前公开的毛主席给儿子们第一封家书 饱含一位父亲对身处异国他乡孩子的关心,内容催人落泪 毛主席对子女要求严格,尽管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可依旧要求他们追求进步 比如毛主席在1941年1月30日这封信中写道 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 社会科学辅之 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人家恭维你抬聚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镜 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场自满之气 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毛岸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先后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 之后进入苏雅士关学校快速班 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福隆之军事学校学习 还精通英语、俄语 据资料,毛岸英还跟随苏军一路打进柏林 后备授予坦克兵中尉军衔 毫无疑问,毛岸英是当时中国在苏联学习的年轻学子中佼小者 其苏联老师一度建议他加入苏联国籍 然而,毛岸英直接拒绝了 他对老师说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 如果我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 1945年5月,苏联为国战争取得胜利 毛岸英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后 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 还赠予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1945年底,一架苏联降落在延安机场 飞机上除了一支苏联医疗队外 还有一位特别乘客,他就是毛岸英 这支医疗队是专门来给毛主席看病的 当时毛主席生病了 得知儿子回来了,毛主席很高兴 不顾生病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自1927年一别,父子俩时隔18年重逢 当年分别时儿子才5岁 如今23岁的毛岸英一表人才 身高跟自己差不多 毛主席走上前用力地拍拍儿子肩膀说 岸英,你都长这么高了啊 孩子回来了,毛主席心情大好 加上苏联医生诊治有效 毛主席身体很快好了起来 自从毛岸英回延安后 毛主席有太多的疑问 要从儿子那里得到答案 他迫切知道当年跟杨开会分别后发生的事情 一天晚上,毛主席放下手头一切工作 他把毛岸英叫到窑洞办公桌前坐下 还没等毛岸英开口 毛主席直接问 毛岸英,当年你妈妈离开时都跟你说了什么 毛岸英先是一愣 只见他把母亲杨开会 从被捕到最终被敌人伤害的过程 详细给父亲叙述了一遍 当毛岸英提到15年前 母亲被押上行车前跟他所说的话 也就是疑言时 毛主席还没有听完就泪流满面 毛主席自责地说 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 他临死前我也没有见他一面 岸英,爸爸也对不起你们 说完 毛主席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了 而毛岸英早已泣不成声 那么,杨开会被敌人伤害前 他究竟跟儿子说了什么 毛主席又是什么时候得知杨开会牺牲的 1927年马日事变后 整个湖南到处都白色恐怖 国民党军大肆逮捕 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 在这个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年8月7日 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史称8期会议 在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上 毛主席说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蓄枝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根据中央安排 毛主席将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 负责领导相干边界的秋收起义 当时杨开会生下三子毛暗龙不久 而毛暗英和毛暗青 也已经跟着保姆陈玉英 回到板仓外婆家 自从结婚后 杨开会就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 毛主席多次说 我这个好秘书 抄写起来又快又好 在此之前 毛主席主要从事宣传农奖所创立的工作 如今要直接率领军队跟敌人作战 加上杨开会生子后 身体也不是很好 他决定将妻子和三子毛暗龙 也送回岳母家中 当年八月底的一天深夜 杨开会抱着还在墙堡中毛暗龙 在毛主席陪同下 悄悄回到板仓阳家老宅 回到家中时 毛暗英和毛暗青已经睡着了 看着熟睡中的儿子 毛主席充满不舍 可他必须要离开了 毛主席先是跟保姆陈玉英 交代了一些事情 之后又叮嘱杨开会 自己不在身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毛主席紧紧拥抱妻子 自从结婚后 妻子一直陪在身边 如今再次分别 他也不知道何时再回来了 最后分别的时刻来临了 杨开会坚持要把丈夫送出门 毛主席亲身说 下 我这一次一走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如果我牺牲了 你也不要过于难过 努 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 让他们继承我的遗志 这样我就是在九泉之下 也会很欣慰的 毛主席话音刚落 杨开会就唾气起来 毛主席只能说一些安慰的话 眼看时间来到下半夜 必须要离开了 杨开会把毛主席 送到杨家下屋的后山 看着丈夫远去的身影 她眼泪又流出来了 两人都没有想到 这一别竟是永别 毛主席离开后 杨开会一方面抚养三个孩子 另一方面秘密为党组织 进行宣传活动 秋收起义后 毛主席率领渔部上了井冈山 当时湖南地下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 杨开会始终无法跟丈夫取得联系 大约在毛主席离开一个多月后 杨开会收到一封用暗语血的信 大一是 刚开始生意不太好 好了起来 终于接到丈夫的信件 杨开会喜极而泣 可这封信 也毛主席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在毛主席离开的三年多时间里 杨开会只能通过国民党报纸上 关于剿匪的报道 进而推测丈夫的情况 渐渐的 杨开会发现板仓 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 这让他感到了危险的降临 在后来发现的杨开会 藏在卧室强奉的手稿中 我们发现 他在1929年3月 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 爱 他那冷酷严肃的面孔 说到死 本来我并不惧怕 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 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喝 我有点可怜他们 而且这个情绪 缠绕得我非常厉害 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 我决定把他们 小孩们 托付你们 亲戚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 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叔父 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 或者更加一个父亲 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 可以抵得住的 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 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 而不至于受那狂风咒语的侵袭 很不幸 杨开慧的预感很快被验证 1930年10月24日 杨开慧在板仓家中 被清香队抓捕 一同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儿子毛岸英 这天还是毛岸英八岁的生日 当天 三人便被送到长沙城的 四近湾陆军监狱署关押 杨精武当时杨开慧的同域难有 据此人在建国后回忆 杨开慧被关入监狱不久 来到一个所谓的国民党报纸采访员 在牢房入口处 大喊杨开慧的名字 杨精武回忆说 我心里一动随身看去 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逐步单长衫 穿一双青布鞋 面部表情震惊而严肃 当采访员斥责杨开慧为何要当共产党员 并告诉他如果悔过自新旧无生命危险时 杨开慧回答说 我是不屈服 关于政治各有几事 我的生命早不计较 不成功变成人 杨开慧被捕后 母亲向珍熙立即前往南京 与正在南京工作的儿子杨开智商议 想来想去 杨开智决定求助父亲杨昌继 生前好友张世昭 蔡元培 谭严凯等教授 名流出面帮忙 结果他们以联名的方式向国民党当局致函 南京政府出于舆论压力 便致电军阀和剑 要求他对杨开慧宽大处理 于是 和剑来到监狱当面告诉杨开慧 如果能公开宣布跟毛主席脱离关系 就可以放了他 杨开慧言辞拒绝 你们要打就打 要杀就杀 让我跟毛泽东脱离关系 做不到 太阳从西边出来 杨开慧还说 我死不足惜 唯愿认知革命早日成功 事已至此 凶残的敌人决定将杨开慧公开枪决 杨开慧也清楚自己生命即将结束 他请来探监的六舅妈严家等人帮忙料理后事 并对他们说 我屋子箱子里有一块青布料子 你们给我做一套衣服 上路时 穿 我年少时家父有过训诫 我杨家死了人 不做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清晨 早饭刚过 特务连特务四连的执行官 监展官燕国务吼道 替杨开慧 几名刽子手打开关押杨开慧的牢门 杨开慧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而年少的毛岸英直接大哭起来 杨开慧无惧死亡 可孩子永远是他最大的牵挂 只见他弯下腰紧紧抱着毛岸英 小事安慰他 我亲爱的孩子 将来如果你有机会再见到爸爸 你就说我 非常想念他 我不能再帮助他了 请他一定要多多保重 这是杨开慧的遗言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心爱之人 当天上午 杨开慧在流洋门外的十字岭刑场被枪决 年仅29岁 杨开慧牺牲后 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 在杨开慧等人的营救下 得以安全出狱 一个月后 毛主席在阅读缴获的湖南报纸时 在长沙国民日报上看到关于杨开慧牺牲的报道 亲亲相簿审讯 对努力共党工作 伤祸妇女 扩大红军与吃卫队 扰害乡恶干各省地方 不会 已于昨十四日下午一时 兼体女共匪毛羊氏一名 绑腹十字岭刑场 执行枪决 毛主席悲痛欲绝 当天便给杨开志写了一封信 并付寄了二十块钱丧葬费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 开慧之死 百生莫属 纵有万件穿心 不似这般苦 短短两句话 包含了毛主席对妻子牺牲的深深自责 也是在当年冬天 毛主席再次为杨开慧写了一首诗 蝶恋花向板仓 霞光退去和七楚 万件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无声百莫属 待到九泉溃泄乳 五感双风轻拾骨 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土 痛身悲歌催战骨 更起刀枪向敌仇 再后来就看到本文开始那一幕 毛主席见到某暗音后 立即询问他 关于杨开慧牺牲前的情况 明天体的密纹 尝前 暗音 金 课